下列有关化学式叙述何止正确 A选项 以纯与甲米互为同分一个物 具有不同的物性与化性 以纯 我们常写的是CH3CH2OH 甲米CH3OCH3 这两个碳氢都是皆分开写 视为 视性是 然而我们就 义纯跟甲米的分子式来讨论 义纯的分子式为 C2H6O2 而甲米的分子式一样为 C6H2O2 然后就分子式相同 但视性是 也就是结构是不同 也就是同分一个物 同分一个物为相同分子式 但结构不同 视性式是结构式的缩写 而结构式是 视性式的展开来 所以对于A选项是正确的 B选项 甲晚CH4结构式为 然后它的结构式表示四个氢在同一个平面上 对于B选项而言 结构式可以表示分子内部原子结的情形 但不能表示原在分子内的确实位置 如果我们看甲晚 看起来像是平面的分子 但事实上 甲晚真正的立体结构是 为正式面体 视为立体的形状 然而 有剑角为109.5度 因此对于B选项而言 是错的 C选项 SiO2为二氧化气的分子式 表示一个分子内含有一个锡 于两个氧 然而SiO2二氧化气 不是分子式 虽然都是由非金属元素所组成 它视为 为供价王状固体 也是实验式 视为连续结构 视为二氧化气的立体结构图 然而为什么 二氧化气时音 化学是要写为SiO2 原因是在于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锡 接有四个氧 然而 每个氧 接有四个两个锡 所以整个平均下来最简整数为SiO2 因此C选项不对 而第一选项 CH3COOH为醋酸的分子式 我们来看到 第一个 两氧化气分开写就绝对不是分子式 而我们看到 CH3COOH 在化学室表 COOH表示它为酸 一个碳 在有机里面叫做 称之为假 两碳 就称之为乙 乙酸 然而 醋酸的另外名称叫做乙酸 所以CH3COOH不是分子式 而是为 式性式材对 所以第一选项也不对 因此答案只有 A选项